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家瑋學長陪你學的時間囉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的是統計圖表 那統計圖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什麼地方看過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 圓形圖對不對 他遠遠的很好判別嗎 這個在判別什麼 我們其實看一下標題 最新PM2.5排放統計 所以其實很快就知道說 這個圖是要看PM2.5的排放統計 然後再來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還蠻常見的 那我們再來看 後面兩個 他們的特徵都是什麼 一條一條直直的 一條一條直直的 直直的直直的對不對 都是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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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那這些圖呢我們就稱為他叫做 長條圖 以及什麼 直方圖 那我先不講喔 到底哪一個是長條圖 哪一個是直方圖 那我們其實都一樣可以看標題 那上方這個標題是什麼 12月 各個時間 洽工的人數 百分比 所以他是在講時間跟洽工人數 然後他換算成什麼 百分率 OK 那下方這個呢 他是分年度對不對 他是分年度 再來呢 藍色的代表圖書館的首頁 那下面這個是什麼 新聞 知識系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幾個資訊裡面 讀到這個圖要告訴我們的內容 再來我們再來補一個 最近很常看到的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新冠肺炎快篩陽星的 折線圖 有沒有發現他的線是這樣子 彎彎曲曲 折來折去的 那折線圖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你覺得他是越來越上升 還是越來越下降 其實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他的整體的趨勢是不是這樣子一直走下坡 OK好 那這些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看到的 圖形 圖表 那我們就通稱為他叫做統計圖 那我們再來看喔 如果我們要詳細的把它區分的話 長條圖 他就是什麼 具有獨立性 所以中間有什麼 區隔 對不對 中間有一些區隔在 好OK 那直方圖呢 他就是什麼 時間喔 時間是不是滴大滴大滴大連續的呢 所以啊 他就會不間斷 OK這是長條圖跟直方圖 最簡單的辨識方法 那還有什麼圖 剛剛提到的 折線圖 所以這個折線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是在講溫度 跟月份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一整年裡面最高的溫度是不是落在 15.7 那最低落在 7度 所以很容易就去判別的出來 OK好 再來 圓形圖呢 這個圓形圖在講什麼 在講花費 那如果在講花費的話 他全部 花在什麼地方 花最多 飲食對不對 很容易判別 所以其實統計圖表他就是 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裡面有一些 數據他是可以量化的 或是他可以統計出來的 標示出來的 計算出來的 我們就看他整體的 賣動 整體的 趨勢 OK好 那所以老師在這邊要介紹 你一個 在均衣平台裡面 在庫克雲專區 我們從課程進來 庫克雲專區 進來了以後啊 在7年級 數學 7年級的這邊 統計圖表 進來了以後我們都有 非常詳盡的 動畫解釋 而且他還有劇情喔 他會告訴我們啦 這一些圖形他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蠻值得大家一起來看的喔 好那最後我要出一個小功課給你們 也就是我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圖 其實在這四張圖裡面啊 有一張圖 新聞用錯了 他用的方法是錯誤的 那我們來一起來找看看是哪一張圖是錯的吧 OK那我今天就帶領大家導讀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